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者阿米的阿米秀,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特长最新消息。 上周四,法国新任环境部长宣布将推动一系列政策,以限制亚马逊等线上平台在当地进一步发展其仓库物流建设。 在此之前,亚马逊曾计划在短期内与法国开设新的仓库,这一政策的实施无疑将对亚马逊在法国当地的配送服务造成一定冲击。 这位部长表示,限制平台仓库发展的计划旨在引发有关零售业的更广泛讨论,法国政府希望保护线下的小型零售企业,帮助他们在电子商务不断扩张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 法国并不是欧洲地区第一个为扶持线下零售而采取措施的国家,早在6月底,英国运输部便发表了一份关于最后一英里物流的立场声明, 该声明中的建议之一便是向亚马逊等线上平台强制收取20%运输费,以通过增加网购成本的方式迫使消费者转去线下购物,从而提振疫情期间不断萎靡的实体经济。